原标题 二战中 波兰被德军灭国后 乌州各国都是什么反应 有人大骂 我该有网友问 波兰在二战中 被德军灭国后 乌州其他国家是什么反应 实际上 我们从德军入侵波兰后 英法对德宣战这一事件中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939年9月1日 德军跨过边界线 被波兰实施了入侵 原本按照波兰与英法的协议 当波兰本土受到德军入侵时 英法必须对德军宣战 并进行军事反应 这个协约 当初就是专门为了针对德国而议定的 但是 当德军对波兰实施入侵时 英法第一个动作不是向德国宣战 而是选择了想调停这场战争 说的难听点也就是 1939年的英法 根本不想介入这场战争 并且这场战争才是为了波兰 不过当调停失败后 本着大国的体面 已经看到了西特勒扩张的倾向 英法不得不强行对德宣战 为什么说是强行呢 因为当时的英法并没有准备好与德国立刻进行大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英法在1939年9月3日 对德国宣战后 根本就没有派出一兵一族支援波兰 而是将军队拖至边界 等着波兰被德军攻陷 英法的这个态度 实际上让波兰非常绝望 因为此前波兰号称 要让德军有来无回 其能够说出这等豪言 是建立在英法能够给予军事援助之上的 可没有英法进行军事干预 波兰在德国面前就如同一只猫咪 并且还是被夹在苏德中间的一只猫咪 尽管这只喵咪一直认为 自己是一头猛虎 所以说 没有照过镜子的波兰 根本就看不清自己到底是啥样 波兰一直认为自己是猛虎 从而与周边的邻居关系 一直都不太好 毕竟由于和英法达成了军事协议 他便觉得自己如虎添翼了 和东边的苏联关系不用说 一直都是世仇 和西边德国关系 正是在一战后就飞长江 一战结束波兰复国 然而 波兰复国也得感谢一战中的德意志 因为一 916年德意志承诺 波兰建立独立的国家 给予了波兰复国的希望 如果没有这个前提 在1918年 波兰很难重建独立自治政府 毕竟波兰当时已经灭国有123年了 但是 一旦结束后 波兰不记得 1916年德意志善意的承诺 只记得了 普 奥三国联合瓜分波兰 为此 在巴黎合会中 对德意志充满了攻击性 当然 也顺便攻击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们 虽然我们并没有招惹过这个刚刚复国不久的国家 波兰的出海口 但则走廊 就是在一战后瓜分德意志所得到了 从而波兰的这种行为 让德意志咬牙切齿 当然 东边是死敌 西边是仇人 这不还有难便是吧 难便是杰克斯洛伐克 我们都知道 在1938年 希特勒通过伐交策略 一纸慕尼黑协定不费吹灰之力 夺取了杰克斯洛伐克苏台格地区 此后逐步吞并了整个杰克斯洛伐克 然而 就在1938年 希特勒蚕食杰克斯洛 法克时 波兰认为 杰克斯洛伐克 应该把切身地区割让给波兰 杰克斯洛伐克 当时面对德国已经非常头疼 此时波兰作为小协约国体制内的成员 狠狠地在杰克斯洛伐克的胸口插了一刀 波兰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切身地区 然而这种毫不顾忌的痴相 却也令欧洲各国为之厌恶 当时 杰克斯洛伐克的总统 甚至发下毒誓 说历史会记住这一天 波兰未来也将会面临杰克斯洛伐克的苦难 可见 当时波兰的痴相难看到了什么地步 而波兰的两大靠山英法也觉得波兰这次真的过分了 在波兰要求杰克斯洛伐克交出切身地区时 法国的报纸就给出了一个这样的标题 波兰的行为将如同战场上的食尸兽 他试图将战场上受伤的士兵狠狠咬死 骨头上的一丁点肉也不放过 可见 当时法国国内的舆论对波兰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进而也有人说 要不是希特勒在波兰大肆屠杀犹太一人 波兰 在二战中 就是一个不值得同情的国家 毕竟当他撕咬别人时 也应该做好被别人撕咬的准备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